这间应该有很多人追购的 909尺84平的三堂套列供应图 这些单位在启特食用浸泡都不太多 因为这些三本都是700多尺 这些是900多尺 豪宅的配置 玄关位置 这里就放了一个入门櫃 放一些傘 对啊 这里也有一个碗系柜 所以我觉得这个碗系柜 放在这么大的尺寸有点浪费 吃了炸炸的铁 长身和副身都很高 楼底也很高 露台门是用三堂门烫完之后 整个露台都变为厅的一步幅 你猜一下这个露台有多大 尺寸一尺 就是厅无故多了尺寸一尺 这么大的空间 用起上来相当漂亮 还有一个露台 这里也可以放一些东西 不要掉在街上就可以了 看多一次个厅 它的厅是放在两个垃圾 就是这么夸张 厨房这边 就是一个L型的厨房 桌面非常多 整颗 电器都是明白电器 有明火的Mirror 冰柜 冰柜 酒柜 蒸焗炉 然后就是洗衣机 大的洗手盘 然后有伸俗的水龙头 一个大桌 收纳量都很充足 配合一些名牌电器 整体看上去很厉害 揭开来 豪杂必备的工人套房 我觉得是偏大了一点 也挺人性化 后面就有工人浴室 旁边就有个冷气机的分体卸 顺着走楼行就三间睡房 第一间 这间睡房就偏小的 你看到大概是5米4的门度 可以拆掉它给厅用 或者做一间集物房 或者练琴房 基本上跟两房的收纳标准 没什么分别 除了楼底高了一点 第二间房 第三间房 都是大同小异 尺寸都是2米1 乘2米3左右 长度是足够的 而且都是落地大玻璃 一进来 我就觉得这样的主人房就类为小了 没办法 因为它做大了一个厅 主人房也是有小型衣服 但是楼底搭够到 然后这里有衣柜位 然后主人浴室 整大了 还有这里做了L型的桌面 然后有窗 还有浴缸 终于震到了 这些单位 你猜发展商有什么价钱呢? 欢迎来留言 我是HC Bye